警当校长陈泽文日前才被爆料 五年前和黑帮到台北市新医区招待所聚会 风波还没结束 前立委黄国昌又揭发中山分局侦察队长林鸿基 涉嫌到内湖招待所杜博 两件警纪案爆出的时间只差四天 而且都和他有关 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是绰号小名的郭哲敏 也是名模前率军的同居人 这两名警官现身的招待所都是他开的 只是一件事发在五年前 一件发生在三年前 为何都在最近被爆料 检警日前侦办地下会队洗钱案 搜索彭佳佳好友林鸿文住处 附上郭哲敏住家也被搜索 但他人已经逃到国外 据传他手中还握有多名高阶警官 出入招待所的影像 恐怕还有未爆弹 只要有这个涉及的这个警纪案件 我们绝对会加以就办 而且会从中来来处分 所以我们呼吁警察通认 一定要课遵这警纪的要求 部长在高阶警官的部分 第一时间就只是部里面的阵风处 来做完整的调查 张强队长被拔关 那警大校长呢 黄国昌发问要内阵部长徐国勇给答案 只是徐国勇最近鲜少公开露面 对警纪案件没回应 加上国内发生诈骗集团囚禁案 高雄更有歹徒扫射15枪 遭民众质疑治安败坏 曾说会为治安成败负责的部长 人在哪 TVBS的新闻讲目 以前远离蔡明勋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